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想谈谈印度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印度情有独钟 不 其实你这有一点误会 是那个有人告诉我 说是扎老师想谈印度 后来我想这我有一个很好的请教扎老师的机会 印度呢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特别喜欢谈哲学 印度 我在印度看一场舞蹈 他给我介绍的 结果我没有看呢 可能我的英语也不行 舞蹈方面的词汇我也不懂 我看他给我介绍 竟是介绍 这个表达的是印度人的生命哲学 这个表达的是古代的生存哲学 这个表达的是民俗哲学 他都讲哲学 我说你这个 比如甘地 甘地的他的坟墓上就写着 高深的思想 简朴的生活 high thinking simple living 他有他的哲学 疼爱哲学的 哲学 但是刚才说泰戈尔 泰戈尔 对 泰戈尔 他这哲学也绝了 自古以来呀 这个诗人默刻呀 都英勇生命的短暂 比如说李白说 是不是啊 说是 人生者 百代之阔戈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什么生年不满 生年不满 常渡 常渡 对 都是这样 这波斯诗人 这个五脉恶魔 他也都是想说人生这么短暂 可是唯独泰戈尔 他能这么搭观 我都服了 他说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上仓啊 把这个就你这有 你有一个小小的酒杯 然后上苍生命的酒 倒在你的杯子里头 倒完以后杯子满了 好把这杯水倒过去 倒出去 又倒了一杯酒 又倒 又倒了一杯酒 这就是生命 这么平和 这么自然 这么把一切都 都归于上苍 可是我这有一个 真是 就好像说 我们短暂的躯壳 就是一个杯子 但是生命是一条 与人的场合 哎呦这家伙 您讲 刚才说 子在川上约 奔流不细 这是咱们另外一种说法 但是您刚才说到 又说到李白 又说到泰格尔这个诗 我就想起来一个 就是说在 这个印度的一个史诗 叫什么罗摩掩纳吧 他们一个大史诗 他是怎么写 这个河流和生命的呢 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 印度教的大神叫师婆 在师婆呢 和另外一个女神叫乌玛吧 他们两个人交构 然后这个 这个师婆的这个 做爱一次就一百年 所以结果这个 就生命力之强盛 结果让众神都看呆了 说的 哎呀求求你师婆 说的 你就把这个经验 往下界倒一倒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师婆的经验 请谢下界 就变成了恒河 这是他们的 师哥的说法 你说就是说 咱们有黄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是吧 这也是一种 自然的景观 和生命力的一种赞颂 他们居然就能把这个 就是一条 新预 后来说 据说后来德国人 说到启蒙时期 德国人特别崇拜 印度文明 据说黑格尔 在美学里 就有这么一笔 说谈到这个 恒河的起源 这个故事 他说他们啊 把我们德国人的这个 叫什么 溃毁 羞耻感 都给搅乱了 就没想到 有这么大胆的 这种想象力 生命源头 是这么来的 你说他这个 当然现在这个 恒河水浑浊的 也确实跟经验 差不多 他说这个师婆 就使我联想到另一点 因为据我所知啊 我的非常浮浅的知识 这个印度教啊 他崇拜三个神 一个神是生命之神 一个神是保护之神 而最大的神叫做毁灭之神 就是师婆 师婆是毁灭之神 他把毁灭呢 也看成就是人生当中 甚至于是一种值得赞颂的 一种神性的表现 这个也绝了 我在别处反正我没有 我知道咱们中国的说法 叫大德约升 是不是啊 所以陈立夫啊 还搞出一个叫唯生论 他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从来不歌颂死 死是燕王爷管 燕王爷呢 实际上是人的 一个对立的因素 所以这个秦忠临死的时候 燕王爷派小鬼来拘他 他就不想走 要跟他磨过 他是这样 是 你看那个 你像佛教里 讲这个承住坏坤 他叫一个结 到最后是结火 会把一切都烧了 这算一个循环 是是是 他有这种 而且他佛教里面脸像老实 一面是慈慈悲的 另一面就是非常威严 非常的 就是很吓人的 你说他现在的国民呢 大部分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只是 就是一个非常浮显的观察 和我通过一些这些交往的印度朋友讲 就是说他其实印度教是一个像一种生活方式一样 其实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很多神很多庙 而且你也可以不去拜 你可以就在家里边也可以是印度教徒 而他的穆斯林好像差不多是百分之 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吧 十五到十七 数两仙 对 然后佛教徒也有 但是佛教徒他因为经过那个就是一次 就等于是在十世纪左右 可能有一次穆斯林进宫以后 把他们佛教给灭了 等于 他们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异教神 所以他就衰落了 那个佛教反而在中国兴盛起来了 但是他有好多好多种 也有基督教 你看然后他们印度教里还有各种分支 就都简直西克 西克教他们自己又是一个 还有各种波斯传来的 因为他们的魂血 我觉得一说起他们来 我跟这个一说 你跟印度朋友说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复杂 他们老觉得 你们好像不那么复杂 我们这才复杂 我们的宗教种族语言有多么的复杂 确实你一想想他们这个来的 他们整个从上古 就是从亚利安人 从那个叫什么喜马拉雅山旁边那山口 进来叫兴都什么什么 兴都库什 兴都库什山口进来 就源源不断的进来各种人 你看什么突厥人 波斯人 这个希腊人 一浪一浪 他混了多少种 你看他那个人 我也觉得印度人是真漂亮 就漂亮起来的 他是那种就是说 欧洲和中东的那种骨骼和当地土著的那种 黑皮肤混出来的一种 然后他的人种在里边就没有像中国这种 咱们看都是黑头发黄皮肤 差不多好像看着 大平脸 跟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简直错落有致 从特别白到特别 所以他们对颜色的这个敏感 我觉得比咱们高多了 因为他的这个种性的 原来在繁语的那个词就是颜色嘛 就是王尔纳 王尔纳 把人分了颜色 就从辐色开始 所以他们太复杂了 我觉得 这个他这个复杂里头呢 我就说他有些事就特别有意思 印度文学界的朋友就给我讲 他们呢也把这个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说 他也把被英国殖民地那么多年呢 他也当耻辱 他不是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他也很 他觉得很耻辱 但是他们就讲一点 他说现在印度那么多民族 那么多语言 结果现在呢 就给我们带来耻辱的英语 变成了印度全国的一个交通的工具 因为你讲印第语吧 孟加拉人听不懂 你讲孟加拉语吧 那个沃尔都人听不懂 这个孟买呀 这是他又是一种语言 他和辛德里讲的话又不一样 那叫骂话 我就不知道了 太复杂了 马拉特 结果他说他形成一种 第一 他可以用英语来交通全国 所以这个英语带给他们的 既有耻辱也有方便 第二呢 这个我也完全相信 他说印度人接受了英语以后啊 就变成了印第英语 有印度特色的英格历史 就跟咱们说洋经邦似的 他说这个 而且他特漂亮 为什么泰格尔能够得奖啊 原因之一 他有很大一部分著作 就是用印度式英语写出来的 就跟现在英格兰人呢 一提爱尔兰 他们服了 说爱尔兰人的英语 比这英格兰的英语在某些方面还棒 因为你看王尔德是 肖伯纳 是吧 这个 这都是 这都是爱尔兰人的 真是 您这个话 倒让我就联想起普通话了 对了 他们都讲普通话标准话 可是实际上我在广东待过多年了 对 我觉得英语能够大行其道流行全世界啊 就在于他有一个宽容 对 美国人讲美国的英语 对 那你同样的道理 你应该允许有点广东腔的普通话 上海腔的普通话 这样其实更有助于普通话的流通 是 你说的完全对 甲平娃有一句名言 这个 为这个名言都应该给他发抢 哦 是吗 他说 普通话 那是普通人说的嘛 哈哈哈 江江三月情 广告之后见 好 刚才说这个甲平娃有名言 说普通话是跟普通人说的 怎么啥意思 不是 他就说 他说真正能干的人呢 嗯 都不讲普通话呀 他说包括 大领导们 他说毛主席 毛主席不讲普通话呀 是不是 这个他可以 这个我就我就不一一举了 是 多了 呃 所以那个普通话都是普通人讲的呀 哈哈哈哈 第一代中原领导尤其是这样 现在的领导咱们都能听懂了 他讲话 呃 所以现在的领导就越来越平民化嘛 对对对 越来越像普通人嘛 像从李鹏 李鹏开始以后就能听懂了 嗯 所以之前都听不懂 不过您讲这个普通人呢 我就有一个问题对这个印度啊 我没去过 所以我没法想象 就是说 他说分种姓啊 对 那么在他们的人里 他就真的就是说 某种人 你就很低贱 对 而低贱的人呢 也自认为 我确实很低贱 对 真的 那是一种什么自我意识呢 我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也是我所不明的 我希望建英给解释解释 一方面呢 他们呢 确实吸收了许多西方的一些 包括政治观念 这个政治观点 社会观点 好像他也讲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讲这些东西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有种性的 有这个 有这个阶级的 非常明确的这种规定和区别 您说这个啊 我就想起在这个中国啊 现在也冒出这么一种观点 要照咱的理解 可以说是什么 没落贵族啊 什么 封建的这种观点 但是他也是一种 就他这种观点说什么呢 说你看印度 就说中国为什么 现在说不本分 就人人不本分啊 什么的 比如说种地的 老想着当皇帝 或者说是什么 就是这个社会啊 就不和谐 他那意思还怀念封建王朝时代 说至少说啊 你仆人也有仆人的尊严 你仆人就是做仆人的 那这个这个主子就是做主子的 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有等级的社会 每人各安其分 反倒也有一种稳定 不会整天打来打去 那么这个就跟印度就该怎么理解呢 我先让让建英说说印度的 我也说 只能就是想哪说哪 反正就是说 印度他这个种姓是一个特别古老的 从婆罗门教开始 就是说他其实最开始是按社会分工来的 就比如说头等人 他就是他的这个婆罗门 其实是教室阶层 他是全是所有的 比如所有的纪念仪式 他是掌门的 这是他是一等 然后这个沙地利是二等的 这是武士阶层 当国王 当士兵 整个世俗社会的管理层 都是 那现在比如说他一个可能一老板 一CEO跟你说也是 我是沙地利 但是他们很逗到现在他们不这么讲了吧 但是只要他们看你的姓是什么 他就能判断 基本能判断 你是哪个种姓的 你是沙地利还是什么 他们很清楚 但是呢 你说的就是说他又有了民主 现代民主又进来了 所以他又把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个平等的意识形态了吗 不是 我不能讲这些了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打工 对吧 咱们是同事 但是你是沙地利 我是守托罗 或者就是什么建民 对 那俩人 但是如果你是老板 那我就 我就得服从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咱们说的那个现任的这个印度大使 这个Newerpama Rao 是吧 他是女的 按说在这个种姓制度 首先他女的地位就低于男的 你还不要管什么种姓 但是他现在当了女大使 我很有意思 就是上次前些时候 我们这研究所办一个酒会 这个女大使来讲话 他讲完话以后 他就站在话筒旁边了 这个讲台旁边 然后他的两个参赞 接着讲话 一个商务参赞 一个什么什么信息参赞 这两个是男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他地位比他们高 所以他们都侧着身子讲 就这大使站在那话筒旁边 没走太远 他们都不敢 就是说好像站在理直气壮 站在话筒后边讲 他们就这么讲 两人就不敢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整个的地位呢 他你你想上这个 就说好像他女的地位应该低 可是因为他的权力地位高 所以他就要尊重他了 再加上现在有一个男女平等的 这么一个现代意识 他又好像又可以让女人当官 他都套来都弄在一起 套在一块了 刚才文涛您分析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意思 就是所谓的安分和不安分 对对对 我觉得中国呢 自古他有这个农民起义 所以这个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就是说这个帝王将相不需要种姓 老子照样能当得成 从陈胜吾广 那时候开始 女子成 那当他后边就更多了 这种农民起义的意识啊 从好的方面来说 他代表了人民的这种反抗的精神 他不接受那种 所谓这个无道的这种统治 但是也有另一面呢 就是说是历史上暴力行为非常的多 他对这个生产的发展呢 也有各种的影响 另外就这种不断的改朝换代呀 他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动不动 就是自我做股的 就从这一朝开始算 前边都不算 这种意识 而这种意识呢 到了这个近百年以后 到了二十世纪 他和人民革命的意识 社会革命的意识 共产革命的意识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 他结合起来了 那当然就更要全部退翻 为什么毛主席 他在利用各种机会 他要鼓吹农民起义 就农民起义叫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 这叫造反有理 改朝换代 所以他要批武训 你武训 武训那边你学圣贤书 越学圣贤书 这个社会就越稳定 你怎么推翻这个无道昏君呢 所以毛主席他就是要有这一方面 但是呢 你现在咱们想一想 咱们现在提呢 建设和谐社会 就说您老折腾也不行 是不是 昨天 昨天呢 比如说这个 我造我爸爸的反 然后再过十年呢 我儿子造我的反 再过三十年呢 我的孙子再造我儿子的反 他就形成这样 永无宁日了 所以社会呢 又需要有他的另一面 就相对稳定的一面 分工明确的那一面 每一个人包括 就是敬业 重视自己的责任的这一面 所以我说现在 为什么我们老提这个和谐 其实它含义是非常深的 非常深 您老折腾 他谁也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有人提出来一种什么呢 就说这个社会 您也甭讲什么主人仆人 他基本上啊 在适应这个商品经济的 新的道德 应该讲究首畅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就是说呢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我要是服务员 在我的八小时之内 我一定给您服务好 但是同时呢 你打低 你除了付给出租车司机钱之外 最好你也应该说他 谢谢他 你感谢他的劳动 尊重对人家的劳动的尊重 这样这个社会啊 利器就少了 就是每一个人都 这讲得好 是吧 靠谱吗 你比如说你给我装修房子的 哎你干活踏踏实实 给我干好了 我心情好 那么这就有传染性的 我出去我给别人服务的时候 也尽量保质保量 对 就不会说往这个三聚青蛙里 加牛奶这样的事 是吧 对对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印度朋友 到中国来 他对这很感叹 他认为这个革命之后 可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但是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还是有好处 他就观察 就是说你看你们的一个首长 和一个助手 或者一个资深的一个研究员 和他的一个小年轻 不是那么非常正式的 可以大家坐在一个圆桌 旁边同时都发言 他说在我们那不可想象 他说那都要年轻的都要站着 然后那个保姆或者家人 都不能进门的 要在门外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 而且他这种是重复 比如我在那个印度那个南边 有一个城市 就我们去访问他 这个朋友 他本身是那个不可接触者 那个阶层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大学教授了 可是我们去他家做客呢 就发现他带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助手吧 根本就不敢进门 而且就不知道他给他一点零钱 在外边随便吃点饭 然后一直就在门口楼道里守着 就等着我们进来 所以他这种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平等或者是尊重 我觉得因为这个种性的东西还在潜意识 还在底下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现代化呀 对各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掺和的过程 是 很多东西掺和到一起 我们现在掺和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印度啊 这让我想起这个东亚东南亚 因为你看有研究日本的这个学者跟我讲 说日本人就是这样 一听他在他们国内呀 一听你说话 他就好像这个语言 他就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他知道怎么跟你聊天 尊卑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外来的人 他就有点乱 他闹不清该把你放在哪一段 社会身份上 您的见闻是不是这样 这个日本呢 我现在还得不出这个这个结论来 因为日本人有这么一个好处 他就是在工作上 他的尊卑非常的厉害 你跟他说什么事的话 他那个俩眼瞪着你 然后在那听着 他绝对是 就跟看他们电影那样 可是要是他下班以后 一块喝酒的时候 绝对平等 那老板呢 这个雇员呢 一块开玩笑啊 你捅我一下 我都 你一下 没关系 日本人有这个好处 那东南亚呢 东南亚可不见 东南亚呀 我去访问过 像什么泰国呀 包括我在 那个我没有去过 但是北京也接触过 柬埔寨的一些官员什么的 他这个尊卑长幼分的 非常的清楚 他这个地位低的人 比如说 假设咱们仨官大一点 现在有一个官小点从这过 他得弯着腰过去 有时候半蹲着过去 就像咱们的川剧梨样 练那个矮子弓的时候 他那么走过去 他绝对不敢直着腰走过去 现在还这样吗 是这样 另外呢 还有一点中国这个 这个在全世界都给一好评的 就中国这个革命革完了以后 男女平等 相对 你要说找不平等的事 也多了 您这 您别抬港 是不是 不平等的事也很多 但是相对比他们平等 对 他就这个 这个 这个外国人有的都很惊讶 说这孩子也可以姓父亲的姓 也可以姓母亲的姓 现在全世界 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 而且比如男女下厨房 这个那边印度朋友就说 他根本就 就是说很少 除非在大城市知识阶层 受过教育的 那有点男女平等的意识 否则 你要问他 问一个印度的男人 说的你们家谁做饭呀 他感到你在羞辱他 因为这个男性是根本不能进厨房的 是 到现在还是这样 而且他比如说他们到北京来 就是说北京有各种按摩的地方 咱们现在说的不是那种色情服务啊 就是正常的按摩 在他们那 他说没有不可能 尤其是不可能一个女的给一个男的按摩 他就说这种身体的接触 这男女 这有别 女都给男的 我不是伺候男的吗 不行 但是你要有身体的接触 他又进射到一个禁欲的